好 主播各位观众 今天早上9点多在台中发生一起事故 原来是大货车 因为掉币没有收 导致说这个耗质感被拉断了 所幸现场是没有造成任何人员受伤 也没有引发严重车祸 据了解 事发地点就在台中市北区的中青路跟美德街口 警方调查 64岁的王姓男子是开着大货车 从美德街要左转中青路一段 不过因为这个货车的掉币没有收好 导致说行驶的途中 勾到这个交通的耗质感的电线 那所幸相关单位抢修之后 已经没有其他状况了 那据了解这个驾驶的九侧值是零 那整个案子也透过监视器画面来还原真相 警方也提醒 如果你在货物 包括说这个掉币感没有收好 而导致意外的情形发生 可以储3000元以上 18000以下的罚款 同时也提醒民众说 开车上路东西一定要收好 绑好 以上是我们总共资讯 使用镜头 召唤给宏内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